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前俄罗斯双面间谍斯科利帕在英国受毒杀案持续发酵 俄罗斯在3月30日召见欧盟9国大使 并且宣布驱逐欧盟国家驻俄罗斯的外交官 前俄罗斯双面间谍斯科利帕在英国受毒杀案引起的外交战 使得俄罗斯今天宣布驱逐欧盟外交官 作为上周欧盟国家决定驱逐俄罗斯外交人员的报复 俄罗斯外交部今天召见包括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波兰驻俄罗斯外交官 通知了他们俄罗斯要采取的行动 荷兰驻俄罗斯大使首先向媒体表示 他的两名同事被驱逐 莫斯科采取了与荷兰对等外交驱逐令 在3月17日 俄罗斯已经宣布驱逐23名英国外交人员后 俄罗斯今天再度要求英国大使馆 在一个月内减少外交人数数目 与此前英国驱逐的俄罗斯驻英外交官数目相同 俄罗斯表示不为升级的外交战负责 因为不是俄罗斯首先开始采取驱逐外交官的行动 前俄罗斯双面间谍斯科利帕在英国受毒杀后 英国指责俄罗斯对此案负责 随后美国首先在上周四晚间宣布驱逐6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 以上是柳城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 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俄罗斯政府下令关闭美国领事馆后 美国驻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的领事馆工作人员 正在做离开前的各种收尾工作 莫斯科星期四宣布了一系列外交驱逐命令 包括关闭和驱逐150多名来自各国的外交官 其中包括60名美国人 以报复俄罗斯外交官因俄前间谍和他的女儿在英国中毒 而遭到的大规模驱逐事件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美国驻圣彼得堡的工作人员从大楼里搬运箱子 并将其装入货车 一些小型货车驶离领事馆 安全部门还扣留了一名向大楼投掷咖啡纸杯的男子 一些送披萨到美国领事馆的车辆也被拦截在大楼外 这一领事馆关闭事件 发生在美国关闭了俄罗斯驻西雅图领事馆之后 以上是柳城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 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今天西雅图的俄罗斯领事馆工作人员 正在按照美国政府下达的命令 结束一切工作 准备离开美国 视频中俄罗斯使馆工作人员需处理和搬运大量文件 需要销毁的文件也是数量庞大 2017年俄罗斯驻旧金山大使馆被关闭 当时有大量文件来不及搬走 美国政府也不允许工作人员再次进入使馆取文件 俄罗斯当时表示这违反了国际法 之后美国政府拖延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才允许俄罗斯工作人员回到使馆取走文件 由此前车之鉴可能是西雅图俄罗斯使馆工作人员 奋力处理文件的原因 此前美国和许多欧盟国家在内的20多个国家 响应了英国的号召 共驱逐了100多名俄罗斯外交官 以谴责俄罗斯涉嫌对前俄间谍 希尔盖斯克利帕和他的女儿的毒杀 莫斯科强烈否认参与了神经毒计攻击事件 并宣布要驱逐相同数量的外交官予以报复 以上是柳晨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 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 星期五在平壤会见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朝方表示将会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 巴赫表示 我们已经得到了朝鲜国家奥委会NOC的承诺 朝鲜将会参加即将举行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相应的青年奥运会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 充分表达了他的承诺 他解释说 体育运动和体育发展是他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未来发展政策的支柱 国际奥委会在韩国平昌冬奥会后 开始与朝鲜接触并安排了这次会议 巴赫说 金正恩赞赏国际奥委会在最近的平昌冬奥会上 对朝鲜队的帮助 并认为这是对半岛和平对话的宝贵贡献 会议中巴赫还和朝鲜体育部长金日国进行了面谈 国际奥委会在其网站上表示 巴赫访问期间的讨论 集中在朝鲜体育的发展 以及运动员准备参加即将举办的奥运会上 在参加平昌奥运会的22名朝鲜运动员中 两名取得了优异成绩 另外20名获得了国际奥委会的赞赏 在平昌奥运会期间 巴赫表示他很高兴国际奥委会 在朝鲜和韩国参加奥运会时发挥的作用 但他补充说 单靠运动无法治愈所有伤口 巴赫是德国人 在德国仍然分裂时参加了西德的奥运会比赛 并说这些经验给了他对朝韩问题特殊的感受 巴赫在星期四抵达平壤 预计将在周六早些时候离开 以上是柳城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 香港学者戴耀廷日前提出中国专制政权中会结束 香港到时候就可以实现人民自主 考虑是否成立独立国家 香港政府发表声明谴责 并指责香港独立相关言论都不符合一国两制的基准 戴耀廷昨天表示 对香港政府未弄清事实前就发表声明感到极度的失望 并质疑政府高调的声明是为了基本法立法造势 打击香港的言论自由 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言人声明 任何相关独立主张都不符合一国两制与香港长久利益 并予以强烈的谴责 戴耀廷随后在脸书澄清 自己是在反专制政权 中国现在的政治政权总会结束 而未来也必会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 到那天香港也能实现民主普选 并可以实现人民自决 而戴耀廷怀疑 政府此举只是为了基本法23条造势 打击香港人的言论自由 新闻时日报记者吴康伟 整理报道 中国工信部去年初发布了一则通知 内容是指将对VPN市场 也就是俗称的翻厂软体进行整治 整治工作将于3月31日本周六结束 也就是说中国可能从即日起关闭 未批获准的VPN服务器 未来未经过允许不得自行建立 或是租用VPN 从4月1日开始 中国网民和在境内的外资企业 要绕过网路监控进行翻墙 将困难重重 在中国要使用脸书 推特谷歌和YouTube这些网站 都必须透过翻墙的技术才能使用 每天有上千万的人需要借助VPN服务器 才能连接境外的社交网站 但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对这些翻墙的做法 进行宣战 从3月31日开始 个人和外国企业都必须在 经过政府允许的VPN服务器中 才能选择连接 这对外国企业来说 势必受到中国网路新规范的大冲击 因为外国企业普遍使用的是 谷歌提供的网路服务平台 如果VPN件受到进一步的限制的话 外国企业极可能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外国企业将如何应对 值得我们观察 另外违反相关规定 也可能会带来一些惩罚措施 在去年12月 曾有民众因为非法使用VPN服务器销售 被判处5年半的监禁 并罚款50万元 因此中国政府对于翻墙工程的整顿 这次可彼是下了非常重大的决心 新闻时时报记者陈玉山整理报道 再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